4月5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同日本外相茂木敏冲通电话 路透社引述日方发布的新闻稿称 茂木敏冲在电话中对中国海警船进入钓鱼岛海域 香港局势以及有关维吾尔族人权问题表示严重关切 据中国外交部网站消息 王毅阐述了中方在钓鱼岛、南海等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反对日方介入涉江、涉港等中国内政 要求日方遵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作为敬林对中国的内部事务保持起码的尊重 不要把手伸得太长了 日本近期对美国一步一趋 在涉港、涉江、涉台等问题上反华动作频繁 共同涉武日称 日美上个月举行外交和防务官员2加2会谈后发表的联合文件中 点名批评中国 中方反驳称日本充当美国的战略附庸 分析认为 日中外长结合这些背景就今后的双边关系进行了讨论 王毅在通话中表示 中方希望日本作为独立自主国家 客观理性看待中国的发展 而不是被一些对中国持有偏见的国家带节奏 日美有同盟关系 中日也签署了和平友好条约 日本同样有履行条约的义务 王毅表示 某个超级大国的意志代表不了国际社会 跟随这个超级大国的少数国家 也无权垄断多边规则 如果打着多边主义幌子 热衷于搞集团政治或大国对抗 甚至基于虚假信息对别国任意实施单边非法制裁 世界就会倒退到是非不分的从明法则 这对广大中小国家将是灾难 国际社会大多数成员也不会答应 他强调 中国应该怎么做 中国人民才是主人翁 才最有发言权 不能任由某些外国的好物来评判 各国都应首先把自己国内的事情做好 都有权利自主选择 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同时携手应对共同面临的全球挑战 共同社五日称 日本首相菅义伟本月16日将访问美国 日本因担心中国大陆武力进攻台湾 近在咫尺的日本将陷入国家境危机 考虑在日本本土 构筑美军的陆上部署型导弹 与美国合作提高威慑力 警告中国打消这一想法 日本政府对部署构想并未明确表态 正在观望舆论和各国动向 不过报道同时称 日本政府内部不少人对此时慎重态度 外务省相关人士认为 这可能引发把日本推到台湾 发生紧急情况时的最前线的担忧 也将给对华外交造成严重影响 此外 由于设想发生紧急情况时 部署地点会成为中国导弹的攻击对象 日本几乎没有地方政府主动提出部署 本集完